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CNN昨天也出了一个最新的他们的民调 那么从这个民调当中 从整个的这个要求换人 以及有哪些人是可换的 那么换人跟不换人之间又有哪些区别 又有哪些利弊啊 都有一些分析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聊一下 这事呢 开始向闹大的方向走去了 本来以为 哎呀 辩论失利 然后后来呢 大家一片呼声 但是呢 他又出席了一些竞选的活动 他的竞选团队又出来灭活 好像这个声浪下去了点 但是经过了几天的晚上的睡眠以后 党内的一些人和老百姓突然之间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当他们想明白了这些事情以后呢 这个后座力发得很大 他们想明白了些什么事情呢 大家开始回想 因为现在他的团队给了两个理由 一开始是说感冒了 后来又是说去了欧洲两趟坐飞机坐得太累了 时差 时差什么之类的 拜登说他在辩论的时候差点睡着了 等等啊 给了这个解释 但是再一项也不对啊 因为你为了准备这场辩论 你在大卫营整整待了一个礼拜啊 这还调不过来啊 反过来说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的话 也不行啊 因为作为一个总统 坐了几趟飞机 就撑不住了 对不对啊 所以作为一个总统感冒了就撑不住了 这不行啊 我们对你的身体的要求 可是要非同寻常的呀 关键是 我说的人们缓过来的是 前一段时间报道 说拜登是自从1980年 是Ronald Reagan做总统以来 在他任内开记者会最少的那个人 哦 原来有原因啊 是他身边的团队不安排他开记者会 怕老百姓发现他这个年事已高说错话呀 而且他自己承认他是一个叫说错话大王啊 怕老百姓发现这个东西 那么一旦被说错话 一旦被录音录影下来 那么在接下来竞选的时候 他的对手就会反复的播放这个对他不利 有一个办法很简单 不开了这记者会 我看你怎么办 说是晚上什么八点半必须睡觉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慢慢的这些也就传出来了 做总统你可不能八点半九点十点睡觉啊 按照喜莱利·克林顿的说法 凌晨三点就给我起来处理事情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然后人们就发现 哎 等会儿 川普有把文件带回家的这个事 拜登也有把文件带回家的这个事 川普文件带回家是由Jack Smith来作为特别检察官 拜登呢是由一个韩国裔的Robert Hur作为检察官 而Robert Hur呢 放了他一马 不予起诉 但是在跟总统大概十几个小时吧 面谈里面 他最后得了这么一句结论 这个人啊 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也就是说他拿这些文件啊什么之类的 也并非恶意 只是他老糊涂了 说了这句话还记得吧 当时拜登的团队 那简直是群起而公之 包括拜登本人也说 你这是胡说八道等等 等这一次辩论之后 人们意识到 哎呦 这些对不对 东一点西一点 内部里面传出来的一些消息 这不是好玩的事 接下来不干了 因为现在党内有一个呼声说 你拜登身边的人欺骗我们 那你这样欺骗我们就等于欺骗国家 所以昨天德克萨斯州 奥斯汀这个地方的民主党众议员 叫罗伊特杰克打响了第一枪 他首先发烂 首先他在奥斯汀这个地方选区能选出来已经不错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深红的一个州 他就说了 他说拜登总统 他说我们感谢你2020年捍卫了民主 击败了川普 但是2024年你将拱手把你的成就让给他 你和川普不一样 川普在乎的自己 你在乎的是国家 那么出于国家的考虑 敬请退出 对 当然现在退不退 不知道 现在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 我相信下面也有更多的案底幕后的操作 或者是讨论 现在是拜登及其他的团队和家人 是咬紧着牙关 是说坚决不退 要选到底 当然我们都知道 在初选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很多人都是信誓旦旦说 我不会退的 一定选到最后 但是第二天就宣布退选了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那么实际上民主党呢 他是更要考虑 就是这次2024年大选的这个后果和影响 原因是大家别忘了 今年的选举可不是光选总统啊 今年的选举是435个国会的众议员 还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都要选 而且还再加上若干州的州长 都要在今年10月11月份重新要定的 现在在众议院里边 这个共和党占微弱的多数吧 大概就是那么五六票的多数 那么如果现在民主党要 现在就在这个想要弄清楚 说是如果要是川普 不是这个拜登要坚持选的话 会不会拖累国会的选举 因为这两个国会的参众两院啊 是民主党的考虑的重中之重了 除了总统之外 众议院如果要是再失去几票的话 那就巩固了那个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 更微妙的是在参议院里边 参议院现在是50对50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只要失去两三票的话 那在参议院里边也变成共和党占多数了 那这个是民主党所无法承受之重 就是除了我们丢掉了总统 而且还可能丢掉参众两院 再加上现在最高法院别忘了 有六位保守派的大法官 都是这个共和党总统任命的 你看美国的三权分立 这三权全掌握在一个政党的手里头 那这未来的四年 民主党他有好日子过吗 拜登的压力当然很大 所以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在国庆节之后 礼拜四是国庆节 礼拜五呢他上ABC电视台 接受George Stephenopoulos 这个主持人的访问 Stephanopoulos他是克林顿那个时候的 我忘了是幕僚长还是竞选的 反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后来到ABC电视台做主持人去了 他要接受这个人的访问 可以想象礼拜五的那个访问 主持人不会轻松的问他问题 不会是好像是帮他说话的 而且肯定是问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看他是怎么回答 然后接下来呢他下个礼拜 要开始在什么威斯康辛州啊 宾夕法尼亚州啊 要去进行造势活动 同时下礼拜他要做一个好久没有做的事情了 召开记者会 那时候那些记者狂轰乱炸的问题 看他怎么应对 同时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会儿 今天此时此刻 拜登正在召集一个紧急会议 与州长见面 与美国的一些州的州长 能来的直接来到华盛顿 来不了的在线上 大家一起 为什么说紧急讨论 就讨论这个事 就是我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大家觉得 我还要不要继续选下去 咱们试想这样一个情况 假如 90%的州长都说 你别选了的话 这个事就比较大了 对不对 那这个事他就硬挺着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里面呢 跟你喜欢川普 不喜欢川普 喜欢拜登 不喜欢拜登 是民主党 共产党 没什么关系 这个里面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是必须的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就是假如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很多内部的情况 他身边的人说假如 我再说一次这个假如 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观点 就是他真的是已经撑不住了 但是他身边的人 叫做帮他保密或者制造假象的话 这是不对的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你就是害人害己害国 这是不行的 那么他如果是真的还行的话 那又是那句话叫做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大量的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最后的那一击 就是9月份那场辩论 不过当然了 现在就是我们说 捏着一把汗是不行的 对因为不管是你在任何情况 你对另外一个人是捏着一把汗 那是不行的 因为分分秒秒他给你出个差错 就全线崩了 所以稍等会我们就看一看 老百姓怎么想 因为CNN还有美国的一些媒体马上做民调 美国的选民怎么想 以及捐款人怎么想 因为我们知道了一些政客怎么想 要看看老百姓吧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聊的还是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事 就是拜登和川普在上星期四辩论之后 其实这个影响预波荡漾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我估计在未来的两三个星期里边 可能还是紧锣密鼓的大家都在进行评估 尤其是民众党内在进行评估 他要从地方到上层 全国委员会 然后到各种金主 民选的官员 包括参议员 众议员 还有一些州长 这些比较重要的共和党大佬什么的 他们都得要评估一下 到底换人还是不换 如果换的话有哪些好处 因为现在换人 说实话只有一百多天了 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要进行大选了 到底来得及来不及 这是一个事 这个呢有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后勤保障的问题 所谓后勤保障 无非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竞选资金 另外一个就是打这个候选人的知名度 因为说实话 民主党居然没有任何一个plan B 居然没有一个备胎 所以现在提出来的候选人 你看好了从十几个到五六个 没有一个是众望所归的 没有一个是大家所公认的 如果要是拜登出现任何的问题 或者退选或者任何的年龄啊身体啊各方面的问题的话 谁来顶上去 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你刚才说未来两三个星期可能都没有这个时间了 时间非常的紧迫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党内的呼声 我看到的是有一些人说就在这个礼拜 对就要决定 拜登总统你没有时间了 请在这个星期之内决定 其实这个请在这个星期之内决定的 另外一个你把它翻译成 就是请你这个礼拜去退出来 还有时间 你每拖一天就晚一天 那从几个角度来看啊 首先先看一看议员 议员这边呢 刚才说了德克萨斯的 这是在任的一个罗伊德·杜格 已经公开的说 总统先生我们非常敬爱敬重你 也尊敬你 你也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 但是你要接下来做另外一个更大的贡献 就是退选 他说我在奥斯汀这个选区 我这个选区曾经出过美国一个总统LBJ 就是Candidate总统被刺杀了以后 Johnson做了总统 那么当时他有一个令全国震惊之举 就是突然之间在选举以前宣布他退选 就既不要提名 提名我也不接受 同时我也不再选举 他说我们国家现在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用在竞选上面 这边打着仗 对不对 种种的情况 所以国家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 我不要再选了 这就是他提给拜登的建议 说请你学一学历史上的这些 叫做见好就收 或者是在这些重大的时刻做出 牺牲自己的这样的人的 以他们为榜样 使得Johnson成为美国非常有建树的一个总统 包括社会福利啊民权啊等等 如果Johnson再坚持四年闹不好 就背一身的黑锅啊 就背一身的赞灯的这些这些恶名啊 好这是这个 然后再看看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参议员叫做James Clyburn 他是大佬 众议员啊 他是一个南卡罗莱纳州的众议员James Clyburn 是众议员里面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大佬 他说了 他说我支持拜登 贺锦丽 但是他说如果拜登退出 我将全力支持贺锦丽 这句话你得耐人学位 再看议长 Nancy Pelosi 曾经是这么的长青树 在国会里面 他说了 他说美国的民众 对拜登的身体状况表示关切 这个是有道理的 你这句话去解读吧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无理取闹 这个你是要回答的 再看捐款人 是的 拜登在辩论失利以后 他是得到了一些捐款3800多万吧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 有一些捐款人并不是公开的 悄悄的 把原来要给拜登的钱 给了国会里面去竞选 那个席位的议员 给了那些民主党的议员 就是觉得拜登这边可能希望不大了 我这个钱不要再浪费在他身上 还是挺这些议员吧 这是在捐款人的方面 最后 再看一看老百姓 这个跟川普的共和党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共和党里面72%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川普是一个他们的后 Taker支持的这样一个人 那另外那些人就觉得他可能是吧 有这些反罪的问题啊 他们不是很支持 但是现在这个72%已经变成了83%了 这个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 压倒性的多数的本党的人支持川普 可是拜登这边只有惨淡的45% 46%的民主党人 56%的民主党人说 他们支持拜登下去换一个人 CNN昨天公布的民调呢 他是说在全国的选民当中 百分之 也就是四分之三吧 差不多百分之66%的人 说是如果民主党换一个候选人的话 他们竞选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 这个是跨党派的 这是两党都有 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 反正就是选民吧 就是他有资格选民投票的这些人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到了 必须 对确实也是 你如果是换人的话 越早越好嘛 这样才有给那个新的人多一点时间 但是呢 新的人刚才说过了 现在看来是排在第一位的 首位的如果是能够替换那个 拜登的那个人呢 就是贺锦丽了 就是这个副总统了 他有这么几个好处 第一是他在所有的 可以接替他的候选人的当中呢 他的知名知名度是最高的 那就是其他的 包括加州州长纽森 包括其他的什么 密西根州的州长 那个女性啊 那个 Wittman Wittman 被提到了 他应该去用在他的竞选的这个经费上 但是其他的人反而不能用啊 所以呢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 一个便利条件对贺锦丽来说 在整个的这个候选人当中呢 实际上民主党人有一个比贺锦丽可能 知名度更高 然后更得民主党支持的一个人 叫做Michelle Obama 对 他的这个在 如果啊 当然这全部是假设 全部是这个在民调当中的假设 就如果他对上川普的话 他的胜率是50% 对川普的46%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可以获胜的 他得到了民主党人和主要是 就是无党派那些独立选民的支持率 是比较高的 但是别忘了 Michelle他在多次场合之下 包括他的回忆录当中都提到 他无意竞选美国总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即使是大家这个中网所归希望你选 但是他不选 所以他就等于是排除在外了 确实是 这个时候 出来有点好像垫背啊 或者是怎么 不即使没有这个事 他也说了 他说我不想选 不是你要想这样 把他跟贺锦丽比 都是黑人嘛 对不对 贺锦丽还有亚裔的血统 他在退休的状态之中 现在在乌克兰的打仗 以色列的打仗 这么富对不对 他根本没有设计其中 而设计其中的反而是贺锦丽 所以这是怎么顺理成章 你说奥巴马 他能用拜登的钱吗 对吧 他从现在开始 从零开始筹款 这怎么弄啊 这不行了 这无比的艰辛 稍微想一想就是不行的 而且民主党就一下会乱了阵脚 因为整个这些基金的问题 组织的问题 后勤的等这问题 好 那么咱们就说一下贺锦丽 因为CNN也做了民调 把这个问题扔给老百姓 现在呢 他是落后川普两个百分点 47对45 也就是对川普的支持率是47 他是45 但他呢 相比拜登有一个优势 就是他争夺 女性的支持 超过拜登 对 拜登是43吧 他是50 同时他还能拿到黑人的选票 不要忘了 现在这个拜登损失的 就是黑人的选票 对不对 他能够帮着拜登把这拿回来 当然了 如果你要让贺锦丽出来 拜登下去的话 贺锦丽就得再找个副总统 对吧 那个名单上他就挑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人 他就挑一个人去做副总统 而且他独立选民调中 他的那个 他支持率也比拜登要高 43对34 对 所以种种的这种民调就告诉我们 要万不得已的话 他出来也是可以 那顺便说一下 到现在为止 川普为什么不说他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团队非常聪明 千万别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说 其实他已经知道是谁了 他是说因为民主党现在内部斗争 你这个时候让他们去斗 让新闻大面积的报道 民主党内部的问题 你这时候宣布副总统 刷你一下 大家不转移了目标了 而且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次辩论之后 川普并没有一直在攻击 他非常安静 对他非常安静 格外的安静 格外的安静 因为他和他的竞选团就知道 如果民主党换一个人的话 其实对川普来说 并不一定是个好事 如果不换的话 他倒反而有比较大的把握 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模型 投票模型来看 这个川普 如果要是川普跟拜登 两个人来对决的话 川普的胜率 大概是在60%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